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之中,发生了无数的战争。 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,离不开战争。 而迄今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,是人类打过最大的战争。 二战结束后,各个国家都需要休养生息,随住经济的全球化。 战争也不再是当今发展的潮流。 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。 特别是二战结束的时候,由于很多的国家政党没有统一,所以爆发了内战。 但是慢慢的都结束了。 而有一个国家从建国一直打到现在,打了半个多世纪还在打。 国内民众苦不堪言,这个国家就是位于中南半岛的缅甸。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 其中,缅族占总人口的70%,并且缅族人都生活在中央平原地区。 其他的少数民族,则分布在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山区。 同时,缅族的大民族主义特别严重,一直打压其他民族的政治诉求。 所以缅甸各民族的独立主义一直不断。 有这么一句话形容缅甸的这种状况,特别偏切缅甸有多少个少数民族,就有多少个反政府武装。 还有就是缅甸,自从统一了过后,历经过四个王朝,在十九世纪的时候,曾被英国占领,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。 二战结束以后,西方列强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纷纷闹独立。 现代意义上的缅甸联邦共和国,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。 但独立过后的缅甸,并没有立即形成统一的政府机构。 二战过后大量的物资留在了缅甸。 人性是贪婪的。 谁都想要这些物资,而且是越多越好。 有点势力的人,就开始为自己谋私利,建立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力量。 而且二战刚结束。 武器这些也都不缺。 光是缅甸自己内部混乱也就算了。 英国还要来插上一脚。 英国离开每个殖民国家的时候,都要搞点事情。 实际上,英国也在被地里支援那些民族独立武装分子。 就这样缅甸一直打。 直到1988年,稍微消停了一点成立了现在的缅甸联邦共和国。 但是各个党派,民族等反政府武装,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。 此消彼掌灭了一个还有一个。 并且加之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贸易盛行。 导致各个军阀,也不愿放下自己的武装力量。 而且毒品带来的收益,又可以反补军队。 所以这也是缅甸的非法武装,一直难以断绝的重要原因。 而打了这么多年内战,缅甸也从一个富裕的国家,变成现在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。